除非有人去替他顶罪 那我去替他顶啊 不行 你那时候 跟作新还没什么来往 更何况你才认得几个字 你了解什么共产党 沈子 我这一寡妇家的 哪能配得起她啊 你这个韩女子 等作新回来 我跟她说 婶 赵小姐 你来做甚了 玉娥姐 我有事想跟你讲 婶子 我带她去我窑里说 你去吧 树山 来 叫赵姨 赵姨 这是你娃娃 她叫树山 来 去买来了 妈跟赵姨有话说 去 坐 好 玉娥姐 这次来我有事同你说 说吧 你知道作新在哪儿的 她在苏取 那你知道她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出什么事啊 是这样 七八年前 我替她写过一份脱党声明 那个声明就是告诉旁人 她愿意离开共产党 从此以后改过自新 那声明就是她现在背叛党的凭证 那红军 会怎么处置她 怎么处置我也不知道 不过红军规矩大 你在后九天待过的 想必红军的规矩 肯定不会比后九天宽松吧 那红军 不会要了她的命吧 除非有人去替她顶罪 那我去替她顶啊 不行 你那时候 跟作新还没什么来往 更何况你才认得几个字 你了解什么共产党 你怎么会写出错诵声明呢 就算你同别人说 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那谁去她会信啊 只有我去 那时候我跟作新 正在怡达 我们是同学 我是她同志 总之我去最合适 我同别人说 他们一定会相信的 你真的愿意 替作新去顶罪 连枪子我都替她当过 还怕替她顶罪吗 你要我怎么谢你呢 那倒不用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你能救她出来 我甚条件都答应你 真的 我白玉娥从没哄过人 那好你答应我 从现在开始离开杨作新 再也不见她 你这是为甚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杨作新 我又要跟她在一起 她是我的 她不能再有别的女人 你 知道作新是咋想的吗 我不管 你要是不肯答应 你就是白白送作新去死 你等等 我影响你 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这个你放心 为了作新只有你做不到的 没有我做不到的 你既然答应了 你舅舅离开吴二浦 离开杨家 再也别回来 不行 我要等你把她救回来 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离开 你口述无凭 你口述无凭 我要个凭证 我白玉娥 虽说不是个后审 可我说的话 可以拿命去赞 我不要你的命 那你要是 黑寿山 你说审 你要寿山做审 我要你把你儿子交给我 什么时候你离开吴二浦 什么时候我把她还给你 你这不是拿寿山当人质吗 怎么 这不是你们山匪经常做的勾当 你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 你是县长太太 你是不是太狠心了 我很心 我不狠心得不到我想要的 我印象你 为啥让我自个儿跟赵姨去 我让你跟我义达去 妈要留下来照顾奶奶的 不能跟你义达去 妈 妈 不愧我舍不得你 若珊 你不是说了 你已经是个后审了吗 听妈的话 跟赵姨去 让我去 照顾好手山 去吧 妈 记得听赵姨的话 小子啦 你咋了 饭还没吃呢 羽鹅 树珊呢 到一处盛事了 没事 没事 你告诉我 树珊在哪儿呢 你快说呀 沈子 左心灯 被人陷害了 你受伤 沈子 萌妈 萌妈 姑爷 您叫我 我问你 赵学琴在哪儿 姑爷进门前 像是在屋里待着呢 我问过这院里所有的人 午饭前后就没见着她 你也是一连两顿饭 没往这房间里送过饭 那 那是小姐早起就说了 不叫送 说不想吃 不想吃也不辣嘛 毛房怎么也没去过 说 她到底去哪大了 我不晓得呀 小姐只是说心里憋闷 想出去溜溜 没说去哪大呀 你以为能骗得了我 他是去寻杨作心了是不是 杨作心 姑爷说他是那个杨少爷吧 他不是早死了吗 算了算了 你先去吧 好 宇儿 馨儿 她是个后生 她要有个生事 我是能扛得住的 跟寿山当然是个娃娃呀 咋能叫赵小姐把她带走 做抵押的呢 你放心 作心会救回来的 双山也会回来的 赵学青她答应我的 答应下了你 人家能应下她吗 她以前救过黑大头 也救过作心 她能承 那是从前的事 她现在是县长的太太 人家身价长了 那心她能不变吗 那寿山呢 可不能落到 如烟魁的手里呀 不 我不会让寿山 落在别人手里的 那不成 馨儿 是寿山的干他 他 寿山呢 他就是我们杨家的孙子 我去把他寻物 沈子 要去 也该我去 沈子 你咋来了 我来看你的 我来看你的 作心 吴文贵他们告诉我说你已经死了 我就是不信 我到处找你 我终于看见你了 虽然是在这儿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我知道 你是因为那个错档生命被陷害的 我来是救你的 我要告诉他们 错档生命是我写的 是在你熟睡的时候 你拿你手指摁上去的 只要我把这一切都说清楚 你就清白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作心我知道是我不好 都是我当年干的那些蠢事 不 做蠢事的人是我 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入党 不然后面也不会有这些麻烦事 怎么作心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薛琴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是 我是因为脱档生命的事情恨过你 可我知道这些都是胡言归的圈套 你回吧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等水落石出之后 我自然就没事了 等水落石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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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切都晚了 作心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你就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作心 作心 薛琴 作心 可是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 如果你知道有今天的结果 你当初还会这么做吗 作心我 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需要你这种礼物 你回吧 是 原主任 杨作心的婆爷想见你 让她进来 是 原主任 你找我什么事 我来 是想问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作心啊 你问这干什么 咱们处理杨作心 那要看调查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事 与你无关 这与我有关 作心的措掌声音是我写的 我看作心睡了 偷偷拿起她的手指 盖的印 你要处置就处置我吧 这事真跟作心没关系 你是她婆姨 你为什么要先害杨作心呢 我不是她婆姨 我不是她婆姨 我这么说 只是为了能见你一面 那你是谁 我叫赵学琴 赵学琴 你是回安葵的婆姨 对 但我这次来是为了给杨作心作证的 对不起 你没有这个资格 为什么 你已经写了脱党声明 已经背叛了你曾经参加的组织 对我是背叛了 但是杨作心没背叛 他是心怀的 赵学琴 胡言可已经决定放下武器 气暗投明了 考虑到这一点 对于你的过气 我们可以不追究 杨作心的问题 你无权过问 我 气暗投明 那我要是跟胡言辉一起气暗投明了 是不是我就有资格为作心作证了 我已经说过 你背叛了组织 来人 带他离开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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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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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